贺瑟港片《十二金鸭》在铜锣湾举行慰劳演 吴俊如、陈可欣、王婉芝、周不好、刘浩龙等十几名主演一起现身 而吴俊如和陈可欣的家人也有出现 至于有份客串的梁洛诗 虽然仍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 但就在岳阳拍短片恭贺 吴俊如表示 这顿饭除了宴请所有十二金鸭的主唱之外 还顺道祝贺去年自己的作品《金鸡SS》 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四项提名 还有王婉芝破记录一个人获得金像奖五项提名 而老公陈可欣指导的亲爱的也获得多项提名 而带着家人来吃饭的原因 就是顺道吃团年饭 最后才是多谢陈可欣在情人节当天 送了一颗十二卡拉的钻戒给自己当礼物 以这顿饭为回礼 让小编突然觉得陈可欣好惨好惨 哇 他想怎样啊 没有啊 真的 因为真的没时间去买嘛 真的 他送我那个礼物也是真的很惊喜啊 因为最后也是觉得 真的很 我觉得不是所有女人啊 我自己的 就是最后收到专实戒指 也是有一点肤浅的 吴俊如最近几年都以纯本地题材贺岁 但是有偏偏取得非常强劲的票房 看来他已经找到一条贺岁片大卖的方程式 连发歌周润发都说笑要跟吴俊如拍一部金额 没有啦 我那个港片的习俗 特别是我拍那个都是只有 真的只有香港的市场 其实真的请不起发歌 但是没有啊 看看发歌 我先送一些票给发歌 看一下我的经济还有那个 那个惊讶 然后看看他明年怎么样吧 另外 由于忙于宣传新片 吴俊如最近与女儿的关系貌似不太和谐 因为他刚刚就放那个年假了 然后他每一天一睁开眼睛 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妈妈今天也要工作 他就有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看到他的表情就是有一点失望 因为他放假妈妈不在家陪他 然后我说保证整个新年 他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我 所以我就答应他年初一就全天后 就跟他陪他玩了 就不做其他事情了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 来听说宣伤工作宣伤工作室